这次中国的卫星穿越我们台湾南部的上空 国防部有发布了国家级的警报 但是我们看到国民党剪刀枪 他说这都是民进党的政治操作 真的吗 他还点名说 这些事情国防部部长邱国正应该下台负责 但民进党说了 中国发射火箭 这个残骸掉到地上是时有所闻 应该是要发布通知的 也说国民党要骂的应该是中国 这一回的卫星发射 对只剩两天的选举有什么影响 今天带你来看 还有最新的是 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 他说两岸的关系 就是爱相信中国和习近平 马英九这样的话 对国民党的选票真的有帮助吗 还是大大的有帮助的赖清德一把呢 今天多位来宾 右手边跟各位介绍的是资深媒体领域会 大家好 欢迎政治评论员王志胜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政治评论员汪洁明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领政配分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台北市议员江维元 文言好大家好 来看马英九前总统最新的说法 投票倒数48小时 国民党的侯康佩开国际记者会 外媒聚焦台湾安全的议题 问得很直接 称水扁总统的时代 在野的国民党曾经多次阻挡军购的预算 如果国民党重返执政的话 也会以相同跟蔡总统一样的规模 持续采购美国的武器 并且延续蔡政府的国建国造计划吗 我们不仅会增强对美经过 还会加强台美金市的合作 潜建国造是在2020年5月 由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玉芳 大概130人所提出来的 潜建国造的一个结议案 在2014年前面展开 这个潜建国造的整个规划 当时的海津司令 就是陈永康上架 国防军备的能量 我们还是要不断的不断的提升 何友宜宣示强化军备 也不放弃跟中国谈判 但在北京坚持一国两制的情况下 该怎么谈 我们一定会在中华民国宪法底下 不管什么共识 而且对话一定是平等尊严友善 我们都是以两岸人民的福祉 为最大的优先 如果习近平邀请你 年内去北京举行回谈的话 你会不会答应去的 像马齐渭一样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在我的任务 不会触及统一问题 侯友宜直言若当选 不会触及统一问题 但外媒指引 他主张的重启货贸跟服贸 都是马政府时期 遭到台湾社会强烈抵制的政策 马英九的主张跟时代已经过去了 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 我们对和平要有理想 但不能够有幻想 马英九跟侯友宜 所主张的九二共识 已经被习近平多次公开定调为 一个中国原则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换句话说 九二共识这一条路走到底 台湾就跟香港一样 这个绝对不是台湾人民 要走的一条道路 所以敬请国人 能够礼拜六 能够站出来投票 不要走回头路 锁进中国 向极权主义再度低头 选举剩两天 我们来看到侯友宜 今天开国际记者会 那侯友宜的说法 成为刚才新闻带中你看到的 侯友宜说 马英九跟我不一样 我在任内是不会触及统一的问题 两岸不能只靠单方面的善意 为什么侯友宜这么讲 因为 马英九前总统说 针对两岸的问题 必须相信习近平 这里有讲到 好 选举这两天的过程当中 除了侯友宜的内容跟您报告之外 赖清德他就说 他说马英九的主张跟时代已经过去了 九二共识这条路走到底 台湾就会跟香港一样 那柯文哲怎么说呢 柯文哲说 台湾自主两岸和平 但没有说一开始就要相信别人 这个太危险了 这些老师你怎么看 这一次 马英九说 两岸的问题 相信习近平就对了 直接相信习近平 这个说法对于侯友宜的选情来讲 有帮助吗 对侯友宜的选情没有帮助 但是对赖清德的选情恐怕会有很大的差异性 他在帮他在帮赖清德 所以这个我今天开个玩笑讲说奇怪以前他讲说马维拉 马维拉 没想到马维拉这一次没有没有这个在任何的预警之下自己就先上场了 说出他的真心话 对他说说 可是我现在回来看 其实我现在懂了 为什么马英九要昨天这个把德国资深的这样的访问把它披露出来 我觉得两个原因 一个是今天侯友宜要国际记者会 马英九抢在侯友宜国际记者会之前 是不是想要对国民党的未来的两岸政策 对中国的一个态度指指点点先下指导旗 先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贯注于国民党之上 那我觉得这个马英九他个人的意志我们就不管他 但是其实这样沿着来看是马英九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立场 会不会影响到未来假设国民党执政之后 整个对中国的态度对习近平的态度 我把马英九昨天讲的这个德国资深 简单归且成所谓两个相信 他第一个是要相信习近平 第二个是相信台湾人民会接受统一 我觉得这两个在放在此时此刻 选举的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匪夷所思 这两个相信都太扯了 对 即便没有选举 在任何时刻台湾社会当中 你任何一个人去问他说 我们应该要相信习近平 我们也相信台湾人民支持统一 这个说法也和台湾的整个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如果对中国民众来讲 他们也不会相信习近平不是吗 对 所以要全世界 我要讲说放眼全世界的政治人物 你去问可能跟习近平比较好的普丁跟金小胖 他们真的相信习近平吗 对 恐怕也画上很大的问号 而且我觉得当我有稍微认真把这个耐着性子 把这个德国资深这个访问看过 我有看完 对 真的要耐着性子看 要耐着性子 因为越看越愤怒 我还做了笔记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讲一些瞎话对不对 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是真的是让人觉得真的是气愤 踩到底线了 对 就是你讲 你德国资深是问了两次 问说那你如果这个认为中国和平统一 你真的相信习近平中国没有宣布要放弃武力犯台 你为什么不要求 结果他的答案竟然是 他没有立场理由去要求 这个习近平不要求中国放弃武力 你要求中国放弃武力是我们的基本的捍卫自己主权 捍卫自己立场的一个认证 他要不要放弃是他的问题 买酒钱那种不敢要求 对 我们怎么会连要求都不敢 连要求都不要 虽然说这是北京的事情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种我觉得是就是衰竟的鸵鸟心态了 那我现在很担心的是两个情况 第一个如果国民党真的赢了真的执政了 马英九在侯友宜这种在国际责会之前就已经抛出这样的政策 是不是其实就在下指导期 而这个指导期之后到底对于如果 侯友宜赢了之后的整个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带来多大的影响 所以今天侯康就切割啊 对啊 很努力的切割 切不了啊 切不了 因为选前两天 第一个这是你的前党主席 这是你的前总统 这是跟习近平见过面的人 这是去年还去了一趟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 国民党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你怎么跟他切割 你怎么说服台湾的民众 这是一个情况 那即便啦 我现在也替国民党烦恼啦 即便国民党真的败选了 未来马英九会不会把他的路线 利用这个资料收割 继续的贯彻在国民党的整个的两岸政策路线当中 这个路线也不是今天侯友宜坚 赵沙刚刚切割就能够结束的 国民党不管你到时候胜或败 对 这个标签都会贴在国民党背上 因为其实你马英九执政办 然后你现在下来之后 你还继续讲这样子的东西 那这不是一个撇清可以解决的 我还是这本说原根本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还是那四个字 九二共识绑死了国民党 你就陷入在所谓一个中国的 这样子的概念 即便你再怎么澄清说 什么今天侯友宜又讲了 什么主权互不隶属 治权互不隶属 然后治权互相承设 这我也背不起来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把自己陷在那个九二共识 一中原则的框架当中 一方面当然北京接受 那就是所谓九二共识是国民党的包袱 对 以前讲到现在 国民党真的不要结论九二共识 是他的神主牌 国民党现在真的是 九二共识应该 九二共识应该是国民党 要把它切割掉的情况 可是你看这次选举 整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在提九二共识 甚至马英九进一步的加码 两个相信 相信习近平 相信台湾人民支持统一 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 只能让民众用选票 马英九先总统 觉得我们台湾人想统一 不晓得他说相信 他相信我们大家都想统一 所以我们也不理解 马英九的这个认知 是不是跟台湾民众 有这么严重的落差 到底这个落差的根本在哪里 但是还是回来讲 真的可以相信习近平 我觉得我回来这个情况就是 如果搞到这个情况之下 这场选举就很清楚的一个情况了 你投给国民党 那我刚刚讲马英九可能未来 在国民党的这个范围之内 是下支到期的 你投给国民党 就等于相信习近平的一个政党 那你到底 我们这张选票 到底要投给一个 会相信习近平的政党 还是一个只相信台湾 甚至柯文哲都自己讲了 相信自己比较重要 只相信台湾 只相信自己的政党 其实这选民在最后两天 因为马英九这一期的话 我相信会有更多 深刻的想法跟省思 难怪赖庆德说 马英九的主张跟时代已经过去了 九二跟这条路走到底 台湾就跟香港一样了 这个九二共事 那也在你要特别 选举前两天 又被拿出来讲 其实一直以来都证明了 国民党一直盛行的是 网内互打 对 打到后来当自己选举 可能大家都很焦虑 文耀说的没错 因为国民党的网内互打 昨天是有两颗 真的是核弹级的这个炸弹 在国民党内引爆 这对于侯康的选情来讲 真的是雪上加霜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谈的这个 马英九的这个爆料的部分 他受访了这部分 第二个是徐耀昌 徐耀昌我们等一下谈 先谈马英九的部分 我引用的都是他在接受 德国之声访问的时候 记者跟他对话的原文 大家 我们来听听听看 我们来想听说马英九 他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 记者问 我们要讨论威哲这个议题 威哲是谁讲的 就是侯友宜的三滴当中的一滴 他说四个月兵役 占GDP的2.5%的军费就够了 这表示说你认为威哲的方法 不能够加强军事 记者在问的是 马英九你认为要不要加强军事 然后马英九怎么回答 他说台湾要如何自卫 都永远无法抵御大陆的战争 他的原文是永远无法获胜 他们太大了 比我们强大太多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用武力的方式 来缓和紧张关系 马英九的原文 第二个这个记者问到了说 有关于美国会来帮忙台湾 如果台湾支撑的时间够久的话 日本应该也会来帮忙台湾 这是记者的原文 马英九怎么回答 这太乐观了 他说你知道中国的军队 比我们大得多吗 再一次的提到中国的军队大很多 你知道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 18次的这个美中兵推 美国都输了 这个是假的 因为他传递的是错误讯息 因为兵推的结果美国是产生的 这是他的回答 然后接下来这个记者问他说 你好像有点失败主义 你认为威责 我再讲一次 这个是侯友宜的这个主张 威责是不可能的吗 然后这个马英九说 对啊非常困难 威责是非常困难 他说我们不应该依赖防御 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那马英九你认为该怎么样 我们应该要用投降 来这个决定我们的命运吗 他认为我相信习近平 对 他傻了 对 然后他问了一个这个问题 我很抱歉 我给各位看的是简体制 因为我昨天其实第一时间 我从德国之声 这拉下来的就是简体制 这个记者问说 很明显的台湾最终 如果拒绝了这种方式 就是拒绝了国民党 拒绝了九二共识的话 那接下来 两任都没有投给 这个都是支持民进党的 恐怕这次也会 马英九怎么回答 如果这是他们 这他们是谁 是我们台湾的选民 如果这是台湾选民 如果选择继续要支持民进党的话 就必须为大陆的某种行动 做好准备 你见过有那种前总统 来恐吓台湾的民众 说你投票的时候 你给我注意 你如果投给民进党 中国他讲大陆就要某种准备 他跟台湾人讲说 你要准备 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跟我们大家讲说 你要准备好 他到底在讲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到目前为止 可能都还接受我们 全民纳税人供养的 一个前总统 他竟然讲这种话 他认为该相信习近平 这是他个人信仰也就罢了 他竟然恐吓台湾的选民 在两天之后 我们就要投票 而一个前总统 竟然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恐吓台湾人 所以今天早上 厚友宜跟赵浩康 你们出来开什么记者会 你们开记者会有用吗 我要问你这个侯友宜跟赵浩康 当马英九说 如果没有投这个国民党的话 中国就会对台湾 台湾人就要必须要有所准备 你们两个的讲法是怎样 然后他认为台湾人接受统一 你们两个的想法是怎么样 那还有他认为 这中国太大了 我们要怎么防御自己都没有用 防御这不是好的方法 我们只能够投降 你们两个怎么想 侯康你们两个怎么想 答不出来嘛 所以只能够14分钟 这个整个记者会 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当然这是他们技术上面的一些问题 刚好YT也没声音 对 怎么这么刚好 你想嘛 当一个国际记者会 今天是台湾在选总统 国际上面有多少人关心这个事 对 赖清德跟萧美琴 召开了一场国际记者会 这个是面对外界的各种的 对台湾未来领导人的各种想象 各种提问 你们国民党在干嘛 你们看那个情色片的 这个大家一起同赏吗 那个第一个记者会 林涛开的那个 第二个国际记者会 你们又开的2266的 你们开成怎么样 你们开成是国际记者会 竟然是没有声音的 那你们甚至于你们有前总统认为台湾就应该投降 台湾人民就支持统一 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声势大错 是声势大错 一个是前总统吃来畅生自己 他今天只能做哪一招呢 他今天只能够丢出来说 郭台铭终于出现了 解释了郭台铭为什么现在出现了 说郭台铭要挺侯康 就郭伴马上就出来说 这假的我们没有发这个事情 他说他要去提告 要去提告 所以你们怎么搞的一场的选举 老实讲我们一面看到 我不晓得等一下会不会谈到 昨天王毅川他们在高雄 那个川流不息 你看到台湾的民主应该像这样子 我们不管两年 每四年的任何的选举投票 台湾的民主那是我们台湾人的事情 我们对我们台湾的民主感到骄傲 为什么剩下一个民主会变成 在你们的手上变成在证件会上造谣 在辩论会上抹黑 甚至于开个国际记者会 不敢面对你们同党的前总统 所提出来的一大堆 真的是荒谬不行的言论 这个你们总该回答吧 马英九前总统 其实为什么跳到这个时候 讲这样的话 应该有特别安排过 讲得比较直白 马英九这种意思就是说 刚才玉卫姐有讲 今天如果是台湾人民的选择 就必须为中国人某种行动做好准备 他已经警告过了 如果民进党的候选当选 会有什么样的麻烦 洁明哥 很公然恐吓所有台湾的民众 意思是说你妈 你后期参加的时候 你自己想清楚 我想这句话是深水炸弹 那现在可能包括侯友在内 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这种说法 在以前灌场的都是由国台办 或者是中国中宣部 来用这种方式说 如果你选择民进党 那两岸会有非和平的方式 来进行所谓统一的动作 但是这一次的选战 看起来中国是蛮保守的 他并没有推出任何的这样的说法 反而是由马英九替国台办来做说明 所以以后不叫国台办 叫马台办 这也不是我给他一个标签 事实上你看通篇内容 你觉得这像不像国台办的回答 你讲得真好 这种话以前都是国台办才会讲的 现在毕业马英九今天我自己讲 而且这个事情其实在上次2020大选的时候 是由中国的副总理直接说了句话 就说如果你们选择那时候李登辉 选择李登辉 台湾一定陷入战争 结果没有多久李登辉可以高票当选 2020也是类似的字眼 但是这次因为中国学怪 他们比较不敢说那是不是这个马英九看 中国你一直没有说我来说好了 或许马英九要表态一个心情 就是他很希望国民党能够政党人体 以至于他说出了这句话 那我认为这事情还在发酵 而且特别事情选举是剩两天了 这个深水炸弹打下去有多凶猛 好主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马英九失败主义 就是从这个冲篇内容就是说 你台湾就不要努力了 你基本上只要靠习近平的恩惠 好就是你知道就是古代啊 就是这种平民百姓 要望养这个皇帝 然后主子你赐我一些荣耀 我把你奉在手上你就会对我好 对对对 意思是这样啦 这种失败主义对很多的 包括我认为 即便是现在支持国民党的这些 所谓的我们说的军眷的后代 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话 好那现在正在这个我们说的像 于北城将军是第一个找 第一个跳出来吗 你在侮辱台湾的国军 因为很多这些我们说的专职的军人 他们其实对自己是充满信心的 怎么可以容许马英九继续的侮辱呢 这是马英九第二次对我们国军的侮辱 第一次的侮辱就是他在之前汉光演习的时候 出现六分钟嘛 拍个相片就走了 其实那时候对于国军来说 是非常挫折的 就我们全部人汉光演习 那是流汗流泪这么热 而且那个炮弹打不准 到时候他被检讨那是一个高度军事演习 结果马英九六分钟走人 这个已经告诉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 我马英九从来不主张台湾必须自卫自己 所以美国后来就决定 甚至把原本要到台湾的武器都放在日本的岛屿 你需要我才送过来 战争来不及了 这就是马英九太多 他没有改变 好 但问题来了 第二件事是为什么说这是个核爆性的话题 因为赵少康回应了 赵少康回应我真的是佩服赵少康 他说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习近平 但我们也不能不相信习近平 你是在说对一个 什么意思 他说因为你要跟习近平谈判 不能相信他 你要跟习近平谈判 所以你必须要有什么程度相信他 在谈完之后习近平讲的话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 那就等于是你不相信他 不是 你就告诉我一些事 那你们要不要跟习近平谈判 就是不相信吧 对 不相信嘛 那你看这事实分这不得了 我觉得最主要是今天的记者 我觉得记者们他们是有 就是我觉得是有连贯性的 第一枪先打 就是侯友宜针对就是两岸的关系 你的看法是什么 接着再打你对军事采购的一个状况 虽然我不认同他说的 这个和我们的浅见是马英九时代就完成 这个我完全不认同 那个时候叫虚妄一招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设计图是2018年才完成的 你如果说2014年马英九完成设计图 那我说这是马英九的功劳 没有嘛 虚妄一招嘛 所有的事情都是蔡英文担任总统之后 由台船在主张招标的问题 所以我不太认为 这个会有一次对的 不过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事情是 接下来这记者问得更直接 他不是说第一个他是对马英九说法不认同嘛 第二件事他会加强跟美国的关系嘛 增加武力的采购嘛 合金会继续做嘛 我觉得第三刀最狠 记者只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同意 ECFA跟福茂 他回答是什么 他说他要维护两岸利益 我听完之后 凭什么要台湾2300万人口去喂养你14亿人口 我再问国民党一件事 凭什么要要通过福茂 让2300万人口去服务这14亿人口 过去台湾有三次悲惨的税月 大家记得吗 第一次就是满清入境台湾 当时嘉庆丧生了大旱灾 台湾的物资到了中国 那时候台湾的人苦不敢言 第二次就是中国的中华民国 到了台湾来的时候 因为国共战争 把台湾的粮食全部送往了中国 那时候造成高通膨 第三次就是你马英九推ECFA 那几年经营真的惨不忍睹 大学生薪水只有2万人 大家都忘了吗 好 但为什么你知道记者要这样子 这样的铺梗呢 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问一件事情 侯友宜什么时候重新说 对福茂ECFA是要重启 是不是他跟马英九开始已经合作了 甚至马英九六项主张之后 侯友宜开始记忆谈ECFA跟福茂 所以你今天表面上你是说 这个马英九说的他不认同 他某种不认同这件事情 可是你身体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我们全国的观众 是不是按照马英九的意志 所以这个是今天 今天这个国际的这个记者会 是打脸侯友宜耶 因为你如果当时没有谈这个 所谓的ECFA你没有谈重启福茂 因为这两个是这个马英九自己骄傲的 马英九除了一瓶米酒之外 最骄傲的就是重启ECFA重启福茂嘛 签订ECFA 然后要准备签福茂嘛 那你侯友宜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当我们这样讲这是我们的理哲学 你前面讲的是是是是 后来你后面是你的方式 是朝向马英九的时候 你前面讲都是假话 这个铺梗太有趣了 就前面他都否认马英九所说的内容 可是你在最后结论事情是 你执行的是马英九的政策 所以我这样讲可以 那加上这个浅见也不是马英九时代的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 侯友宜大失分啊 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是执行马英九政策 因为选票的关系 所以你否认了马英九 所以侯友宜是马英九留下的傀儡 这样讲完全同意 就是这个意思 对我们为什么说完全同意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你说真的 你说在这个国防武力这部分 他当然被迫一定要说 他一定要加强武力嘛 因为有马文军的关系嘛 马文军现在也造成了很多的 对立愿的一个反对嘛 但我觉得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 侯友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说对于九二共识 他又说一国两制 不过我这样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认定 中华民国已经是灭亡了 这是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认为 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 所以你根本没有九二是存在的可能 好 九二共识谁提的 马英九 那AFA谁提的 马英九 福茂谁提的 马英九 那我请问一下嘛 你侯友有没有按照这方向去做吗 有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正在发酵当中 我没有认为 这发酵还没结束 事实上这恐怕连国民党 一些支持台湾必须自主的 台湾军师是有能力的这些 国民党的人都会决一句 马英九你说的话 是不是就是赵少刚同意的呢 选举剩两天 国民党最近不太妙 包括今天看国际记者会 网路都没有声音 网友骂爆 你对于国际的记者如何交代 另外马英九 从前总统出来讲说 两岸关系就是要相信习近平 他还说 中国大陆太强了 台湾不会赢 你接受吗